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跟我们平时很不同的物业 是一个很家庭式的Town House Unit 这个Town House Unit就是在列治文,Richmond Number 4 Road,后面是Number 4的大马路 Number 4 Road是Blundell Blundell是一条内街Keeva的一个屋苑 地址是9833Keeva Avenue 屋苑是40多间Town House,2006年起号 我们今次新索楼的Listing是22号屋 它的地理位置坐落在整个屋苑最里面的内街 Number 4 Road是最远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猫屋风格的 大家看到前面这个是22号屋 旁边左手边黏住了23号 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它有三面彩光 这里正门车库是向东边的 然后后面是向西边的 还有这边side corner都可以有窗进入光 所以整间屋其实很光亮 它是一个三层的建筑 木结构的Town House建筑 总室内面积是1670尺 有四个睡房 三个全翅 还有再加一个Powder Room 在中间的屋 稍后进去会和大家仔细地去看 然后大家看到它是双车库 再是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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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它屋的外墙结构是细细 然后它的屋顶是清 而这些露台位置的扶手 那个栏杆是金属 所以维护成本相对会低一点 我们去看看它的后院 还有这里的校网 其实也挺帅的 中学校网是比较出名的Palmer中学 而小学是Deback 小学是Walking distance 10分钟内 中学校网22分钟左右 就可以走到Palmer 駕车3-5分钟到很近 过了Blendell就到了 这边大家看到有Fence的地方 全部都是22号屋的私人后院 有条小小的通道 这边草地和树都是属于Strada Unit 但是因为是有管理公司 所以你的剪草和圆藝 也可以是管理公司帮你管理 那就自己不用搞了 然后后院的在后面 就是别人的独立屋的后院 所以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后院 所以你由自己的房子 看出去后面的话 主要是看到树景 私隐度和安静的程度都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房子 除了如果大家回家开车 就是driveway 车库入屋 但是如果大家是走路 就可以走这条楼梯 我们留意到 楼梯这些一格格的step 都是水泥板 不是木头 变成为护成本 又会低一点 那我们进去看看 一进门口 四四方方的Landing位 向下有楼梯 向上都有楼梯 然后大家会看到 其实入门口的彩光 光满度都很高 这边有窗 门本身都是九宫格的窗 挺漂亮的设计 这里有衣柜可以放 我们先上楼上看看 这间房子 居住是2015年 买入搬进来 立即做了全屋的装修 所以大家看到 刚刚入门口的地砖 和地板 包括楼梯 原本都是地沾 都换过了 也是所有的油漆 墙壁 厨房 都换过了 逐样跟大家说 上到来 分左右两边 或者东西两边 西边 就是Living room 和Dining room 刚才说了 由Living room 即是后院 其实看出去 就是树 主要都是自己的后院 和别人的后院 都大部分 都是以树包围 幽静度 都蛮绿 蛮舒服 然后这里就是Living room 再过来 这里就是一个Dining space 它都蛮大的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它放在里面 都是蛮大件的傢俱 包括它的餐桌 然后就是这些六张的椅 这边还有玻璃柜 这边也还有一个柜 所以Dining space 是很大的 Dining room 这里也有一个窗 向西边 可以看后院的位置 这里就是客饭厅的位置 然后这条楼梯 就是上去上面的房间 等一下跟大家上去看 刚才我们来到门口 进来楼梯 如果是向东边走的话 首先这里 是有一道门 可以关闭的 这里可以进去厨房 和自己的早餐桌的位置 和家庭的位置 这里就更加看到 其实整个屋是做过了装修 因为这些 譬如台面 櫃 空间 这间电器等等 其实都不是2006年的时候 原装 墙壁都游过了 雪櫃是双门的大雪櫃 然后这里的话 FUJI的抽油烟机 这个是gas楼头 整个焗炉座都是用gas的 包括下面的焗炉也是 焗炉或下面的柜桶也是 可以暖热的 五个gas楼头 Timehouse和condo很不同 管理费不包括gas等使用 所以这间房子 取暖是用电 煮食 用gas 也是自己给的 有霉气担 这些白色的 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有个粒位放微波炉 台面 Bassplash 是专 洗手盆是两边 而且做了黑色星盘 挺有型的 这里也是不同的储物空间 洗碗碟机就是这里 这里 屋主说不要打开 烤炉可以打开 给大家看看 因为屋主不太喜欢用烤炉 所以他买回来 主要是用gas 烤炉是没有用过的 是很干净的 全身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中度的位置 主要都是不同的住民空间 打开的柜 以及两三格柜桶 然后这里后面 就是可以坐到两个人 有两个室楼位 这里也多了个粒位 是做了Pantry 也是放一些食物 有两格的空间 然后厨房对外 望过去的话 这里就会是Family room的位置 现在也是放了电视 大家留意到 这间屋这边向东 其实这里还有两个窗 可以吹光 所以变成了这个位置 会很亮 昨晚那边 刚才我们跳过没看的 这个早餐位置一样 都是放到一个 早餐桌也挺大 都可以坐到六个人 又吊灯位 然后还有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 就是我们刚才在下面指上来的 都挺大 挺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全部都是金属的围栏 这里窄一点 那边阔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些位置 BBQ 和朋友来庆祝 看完了这个厨房 客房间的位置 刚才还有一个位置 还没有看的 就是这一层的洗手间 它有一个Powder room 就是这里 很简洁 一个洗手盆 还有一个座次空间 大家就不用上上楼 这样用了 我们现在上去楼上看看 回来这条楼梯 其实刚才没有跟大家说到 那个Lifting room 客厅是有个Fireplace 还有整栋中柱 有个造型 也挺漂亮的 旁边还有两个窗 所以多个单边位 有光 这条楼梯上来 一样 也还有一个窗 所以整个屋 都很多 收起来的窗 很光亮 上来三间房 两个Full Bath 右边是主人房的空间 主人房是向西边的 所以是向后院 是比较安静 和比较私隐度高 现在看出去 打开 就是把窗帘上去 都主要是看树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都看不到旁边的屋 这边是向西 所以这个是向南 是吗 是北 是北 这边是北边 北边还有两个窗 所以这间房间也有少许角 这间房间挺大尺寸 现在是Queen Size床 但足够放King Size 再放床头柜 然后行路的空间也很多 这一边还凹下来 现在屋主放了大的Dresser 还有放了书桌 大家都可以照样做 甚至放电视 然后进来这里 就是有两个衣柜 女主人衣柜 男主人衣柜 一个是这样 其实挺深的 走到进来 到我的后面 山门 这边还可以放一排东西 即是整间房间的尺寸 是一个很大的walk-in closet 除了这个衣柜 还有多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男士衣柜 或者Lintern's closet 这边是对着洗手间 5片的五件套 两个洗手盆 中间有大量的放东西 和储物空间 座翅毛巾架 然后这边有shower stove 和浴缸 刚才说了 屋主2015年做过全屋装 唯一没有做的 就是shower stove和浴缸 其他都全部换了 包括大家看到 地砖大格的 都是新的 这个整套都是新的 2015年的时候做好 维护都维护得非常好 而且每一次来和屋主聊天 都很干净 这个刚才看了主人房洗手间 这个是同一个style的 第二个洗手间 是另外两间房用的 小清盆 然后有些放映的地方 这个浴缸没有换 但是这个架也是换了 这个是新的 包括这个sliding door 然后楼上另外两间房 分别是这两个 都是向东的 我们可以来看看 房间空间都很足够 这里的话 现在单人床 加书桌櫃位 好像书房 如果大家不放大型的书桌 都可以放到双人床 这间房向东 主要往对面屋 后面有两个大双门衣柜 I mean有两道大门的双门衣柜 好 然后呢 对面就是另一间房 就走过对面的话 这间房就是corner房 所以多了这两面的窗 可以采光 这里都是一样 向东看回对面的 unit 衣柜也是一样大的 都是大门 大的双门衣柜 屋主也做了里面的一些柜 所以大家放东西会比较organized 景观的话 我们上到楼上的话 虽然都会看到前面我们的邻居 但是都会看到挺舒服 远处有些树的空间 这里就放了双人床 这个是queen size bag 还是double queen queen size bag 做放了一个很大的dress 所以大家要放大一点的床 或者一张桌也没问题 来到走廊位 就有多个衣柜 类似Linens closet 这个是刚刚看过的洗手间 楼上的空间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看下面的 最底层ground floor的房间和洗手间 楼梯下来这个位置 我们转右手边 就会看到是第四间睡房 这间睡房的光门程度应该很厉害 首先它是有向着北边的大窗 这个是对面屋 就是刚才那个driveway 也看到少少花园 然后就向着西边后院的景观 这间房的size都很大 足够放king size 再放梳化都可以了 另外最特别的是这间房 这间房还有一个separate access 其实如果你用这边的门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离开房间 或者透过这间房间进来 这边也是一些石屎地 可以走出去 去回自己的后院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看出去都是树 主要是树为主 这个就是ground floor的unit 也是有锁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开锁匙进来 先锁回去 这间房间也有closet space 也是有衣柜的 如果大家有老人家 或者想有朋友暂住 在楼下那一层 直接右手边就已经有个洗手间 也是一个full bath 这边是洗手盘 座廁 还有一个shower stove 在后面 这里有些储物空间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看 这里就是洗衣机干衣机 这个也是2015年 屋主换全屋的时候 顺便换了 这是一个楼梯底的空间 放了洗衣机干衣机 这里门出去就是双车库 在屋主2018年 还有换多了一件东西 就是garage motor的铁链 所以大家在开车库门的时候 是很小声的 比起其他正常没有换过的设计 你不会听得到 很软的 屋主跟我说 他平时坐在上面 楼下出入车 完全听不到 这边就是双车库 side by side 还有一个套进去的位置 可以放到很多杂物 然后这里 后方这些位置 都有些储物空间 这里就有个space 主要都是放东西 大家如果有很多行李箱 不太用的东西 都可以堆住在这里 也是有暖气的 然后这里 应该会是 Hot Water Tank 热水炉 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屋主 2015年的时候 都更换了 其实都可以提醒大家 大家有时候找水 真的找不到 很多时候都会在 Water Tank的房间附近 这个就是总水制 好的 有些屋主都会标志 这个是Water Shut Off 另外 这个金色 其实就是调节水压的罰 有时候 和朋友去验屋 他说 这间屋的水压太高 或者怎么样 很多时候都会在这边 调节 不最好 也不要动 不过最好 大家 除非你真的验完屋 发现有问题 就找专业人士来调 不要自己调来调 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单位里面 还有一件事 就是屋主另外特意 都将全屋很多地方 加装了这些sensor lighting 其实他每天去回家的时候 譬如说他拍完车 进来之后 就是Imagine 已经是暗了 这些sensor light 都会用的 他就会全部都亮灯 一直上去 这个都是屋主自己 帮自己加的features 可以给下一手去用的 那我们就楼上楼下都全部看完了 那我们现在在挂牌的这间屋 就是22号屋 9833 Keyford Avenue 接下来的 星期一就会挂牌 然后是weekend 即是4月30日和5月1日 我们会做open house 挂牌价是119万 全屋的话 三层双车库 1670尺的室内面积 四房 三个full bath 一个powder room 其中一间房 和洗手间都是在楼下的 整间屋或者这个校网 是Richmond属于比较好的Palmer中学 和Deback小学 那walking distance 到駕鞋都是10-20分钟之内 就可以到的了 那大家有兴趣来看open house 或者对这间townhouse有什么疑问 就随时联络我们 Hello Hello 总之现在是这样说完一圈之后 就会 Hello大家好 我是Carrie Hello大家好 我是Carrie 是温哥华的地震经纪 你要走哪边 要跟着太阳走 对对对 否则黑了 前面就是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 向西 向东 向东 所以 在这里呢 等等 我们前缘的话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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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车走 说得不好 要不再说一次 好像是差一点 有点散瘦瘦 是 怎样说好 诶 温哥华的地震经纪 等一等 我用错 按错 好 都是很大的后院 等一等 等一等 我们的后面 所以变了我们从屋里往出去 Hello 可不可以选择一点 那好了 我们现在进去单位里面 等一等 断得很厉害 不如重新来过 好 中间停得太多 这些露台的冷杆都是铁 不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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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来过 好 后面有车出 过了一点 好 未说铁肌 未说铁肌 稍后才回到门头 而且我不是石屎 是水泥版 对 因为石屎 人家以为整个楼梯 是石屎 水泥版 那就是水泥版 很简单 稍后再说 好 我都觉得刚才说多了 好了 我想最后 应该可以 阿老要process了这么多 然后呢 还要用一个很轻快 不止说 那个形式说出来 能力最高 全靠你了 没错 好 我们再来